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肥比講經的時間了 大家覺得我的音好像挺好看的 我也覺得挺好看的 我真的挺喜歡我今天來的題目 很久沒見了 很久沒拍片了 作為文科人來到大學的第八週 忙到一個點是 星期一交了Simon 星期三又有Meet Term 完美體現來會地獄 又自反人間 有共鳴的請舉手 感謝見到你的手 不要放下手 今天肥比講經想說 人家怎麼看文科人 和文科人怎麼看自己 如果大家覺得有共鳴的話 就舉起你的左手 然後用右手在下面 按LIKE和Subscribe 再Share給你的文科朋友看 不知你最近跟朋友說 說覺得我們的文科JJ 對於政治是有一種執著的 瘋到 別人在WhatsApp裡面打錯字 我們會幫別人改正字 即是打對的字 再加一顆星 有時誇張到 我不會打凍字 在WhatsApp那裡打給我 之後就回到訊息 再傳到地上 尤其是對於火星文更加是眼火吧 這個 不是不字 這個 不是系字 見到有人打過刀字 你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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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覆思考 為什麼我們文科JJ 會對於政治有這樣的執著 大概是因為我們 反覆經歷著 這個assignment的尖路 先不要說 會不會寫assignment的內容 至少在表達方面 也不要有 錯字這些低級的錯誤 既然讀得Language 自自然而言 就覺得 懂得政治是基本 你猜他們是因為 推動人類文明 地時代選中守護繁體中文的小朋友嗎 他們大概都是做paper 太累的 見到你的錯誌 就覺得 我不錯得 你也不錯得 入藥系四年 年中也有不少的男性朋友跟我說 喂 你說我這麼多女 介紹幾個給我啊 她真的是文科的特色 好像我的科一樣 第一年Year one 有104個人 只有7個男生 如果你是男生的話 我真的恭喜你 每天都可以像動漫的後宮劇情一樣 穿梭在不同的女生之間 但如果你是女生的話 我真的恭喜你 認真啊 在這個女校的格局裡 真的不用知道 不過 那麼多女生都不是一件壞事 起碼你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女生朋友 如果那幾天不舒服的話 你在Lectra大聲喊一聲 我估計那些女性衛生用品 應該都會排山倒海的送給你 那麼多女生朋友 我都真的恭喜你 通常呢 一出街吃飯 那些理科JJ 或者難民科JJ 就會 自己自動自覺計算錢 看看大家要合多少 他們每次知道我合錢的時候 都只會 Shut up and take my money 和大學同學吃飯 就更加糟糕了 情況就是等於有10個回音學 這樣在這裡 Shut up and take my money 有次教授叫我幫他計算時間 在這個時間裡 可不可以配合到這麼多個人 前後計算了兩次 計算了三次 和教授計算多一次 計算了八次 不是 計算了六次 都計不到 我覺得 始終文科人的數學 真的不是那麼厲害 文科 比起其他雙科理科的出路 那些選擇好像沒有那麼多 不像你要讀完某種技能 或者某種專業 那你出來就是做到那件事 尤其是去到year4 開始多人問我 喂 你grad了還沒怎樣 沒有啊 黑色咯 如果大家有什麼公開介紹給我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語言好的話 將來也可以是一種謀生技 事實上 因為我真的未踏入這個社會 真的未知道這個社會怎樣運作 所以我不敢叫大家 很有希望 或者很絕望 如果大家在大學裡面 好像我一樣 還沒有頭緒的話 不如我們認真做夠垃圾 開玩笑而已 不如專心一點 做FYP先 都開玩笑而已 在當中的同事 好好珍惜 跟大學同學相處的日子 這個時間還可以給你半駕坐車 半駕看電影 因為我相信是死到臨頭 大家不要說是否文科生 或其他科學生 都可以發揮香港大學生的Death Fight精神 最後都找到自己的出路 其實都想在這個 有些迷失 有些累的時候 幫自己打打氣 真的很忙 五成喔 十月呢 就是pack了 我沒有day off 所以就 都 keep住 枕住 也有工作 大家 有空就看看 我有沒有update 沒有的話 我都應該是 繼續浸泳在紫海裡面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多說一次like 和subscribe 和share給文科朋友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